開始做訪問了 好 正式開始了 剛剛問了 你喜歡別人叫你陳凝 有個朋友就問 她說 小時候有沒有什麼花名 最近不是剛剛出完阿拉丁的 嗯 那直升名 也是叫Jimmy的 啊 又不是花名的 但是有個小小小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剛剛開始讀小學的時候 阿拉丁就剛剛出 那時候就很熱 很多人就很喜歡Jimmy 然後就覺得 哇 你可以 我去三個月後 你會幫我 grant 我小時候就被人嚇 很多同學就會追著 喂 你要給三個月望望 那我黃黃我真的不認識 我不認識 即是他們欺負你的方法就是 逼你給月望 對 當我黃黃不認識的時候 他們就會地上拿一些石仔扔我 追著我來扔 那時候 多少歲啊 那時候小學 我想兩位班 那你有沒有後悔改了這個名字 有我的後悔的 有媽媽幫我改 因為你改了 然後有些人當你是燈神 然後是這樣 現在我就喜歡 小時候就會覺得 為何要這樣呢 令我經常被人哭 但是現在就喜歡的 而且現在有時候反而會這樣調整 然後 男人 我是Jimmy 你很喜歡 我會給你願望 我知道其實你有很多人心目中 其實都是一個女神 有一個朋友就問了 其實你覺得自己會不會有什麼缺點呢 我絕對有 我很多 例如 給不到願望 其一啦 因為在我心目中的女神 是很完美 很clean 很乾淨 很白淑淑 飄逸 但是我不是 我有很多 骯髒的東西 我會整天不洗頭 或者我穿鞋 我永遠都不穿襪 所以我其實是 我脫鞋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奇怪的味道 這些都是很不履實的東西 但這些很貼地 就是你穿鞋不穿襪 我就不同一點 我穿拖鞋我穿襪 啊 是啊 很乾淨 我今天穿拖鞋 但是我一定是 是不是第一次不穿拖鞋訪問你 呃 我也很喜歡 但我為了尊重你 我特意都加上襪襪 但為什麼不穿襪是為什麼呢 方便 那不穿鞋不會再方便一點呢 我都會 所以我都很喜歡用拖鞋的 但我覺得你又 其實很老實 說真的 說真的 認真的 其實正常一個藝術 都不會這樣說給別人聽 其實Morning 鞋在後面瞪著你 說得過失 是不是 因為我 但這個是因為我剛剛聽完 我聽完之後 我一震氣 竟然會說一些說話給我聽 有時候做人 那些廠 有時候有粉絲 拖完造的 有時候有粉絲 因為我看了一個衣服 哈哈哈哈 沒有洗頭是比較懶的風格 因為他要吃 哦 現在要吃 我先戴口罩 哈哈哈哈 戴口罩 我先戴口罩 喂 我真的 這刻我猜不到 我這次都是說一些 我的缺點 可能 不懂得跟人相處 可能不懂得怎樣應酬 但我猜不到你是否無端 說一些這麼真實的事 正常我都不會跟人說 就是我不洗澡 我是不洗澡的 不就是這樣說 我可以廢的 哈哈 我有洗的 我知道今天跟你派人 我洗了東西 我剛才知道跟你說 都有洗頭 我知道你適合了 我想問你現在身形 也算是很健身 不是 對比我 有沒有試過胖 當然有 最胖到多少 最胖的 我想都有130多磅 磅 跟我差不多 不是 我的筋 一百三十多磅 算胖嗎 我經常都覺得 特別女生 不要經常都在意外形 去判斷你漂亮不漂亮 雖然後面的經理人 已經在那裡殺手靈魯 因為做藝人 其實潛規則是要 保護自己的形象 我知道 特別小時候的女生 很容易受影響 會覺得身形和外貌 就是代表 去判斷你漂亮不漂亮 我就不太喜歡這個 formula 我覺得女生應該內在 對自己有自信 其實怎樣都是漂亮 對 我也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才堅持不減肥 我也是 但是你堅持不減肥 是這麼瘦的 我堅持不減肥 我是真的有成果的 不是絕對 作為女生 是真的可以在手一點的 但是我會勤勤的 其實我已經很充滿了 你經理人 OK 我經理人看到 他會說回我 你明白嗎 你看人家不減肥 都這樣的身形 你不減肥就真的不減肥 你這樣會害死我 我不會 你現在魔術又厲害過我 然後你和我一起不減肥 你又這麼瘦 我很大惡 我們連結合都可以的 對 不要 不要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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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理人 你下去 去大三分一走 問了這麼多 其實現在沒有拍拖 很多人都很關心 我也想問你 你有沒有拍拖 我當然有 很漂亮 大哥 一定有的 為什麼我都不出 很搶手 這些一推出市面 就被人抓了 你呢 我沒有 真的沒有嗎 沒有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很多原因 首先 因為我們工作時間 暫時沒用 真的沒遇到很對 更加重要的是這個 那去到你下一個問題 非常好 怎麼知道對 男朋友的條件 我行的 都不說 都是那些敲訊 勤力 就是必須的 說一些特別一點 特別一點 都是要不穿襪的 又不用 但是會駕駛 不需要有車 但是要懂駕駛 我發覺其實駕駛這個技巧 也挺重要的 有時有什麼事 可能當我的車有事 我要別人來幫我駕駛 我懂得駕駛 真的重要的事 或者可能長大了 要不駕駛我家人 或者他去駕他家人 也不用用我去駕駛他家人 就是分擔那個work load 因為我會駕駛的 如果一次都跟我駕駛 我就會覺得 很不公平 對 因為其實坐車 男女朋友拍拖 都是一個浪漫 就是在車上牽著手 都會的 會 這些我都覺得是挺甜蜜的 所以我覺得駕駛一點 但是我想說第二件事 你認識的 就是我覺得表演魔術是挺有趣的 我中了 我覺得表演魔術 因為其實是關心態的事 一個人會想 或者表演魔術 是因為你想帶到歡樂你身邊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charm 所以其實不一定是魔術 其實純粹他有一個心態 我想帶歡樂給別人 這個挺重要的 因為這件事是代表你不自私 所以掌門人的機會就更大 我中了 所以會駕駛的掌門人去追你 有個機會就更大 但是 OK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其實你剛才說的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內在的事 其實對外表有沒有什麼要求呢 我喜歡脹一點 不可以瘦 你幹嘛笑啊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突然有很大可能性 因為我又會駕駛 但我本來不是量身定狀去回答 這些問題我之前也回答過 掌門人 不過掌門人也會脹的 為什麼會脹呢 因為我很喜歡吃東西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不算很瘦 對方瘦過我 或者太過骨感的話 會令到我很沒安全感 即是攬下去的時候會 沒有攬 我也聽過一些用家的意見 是說我挺好攬 所以脹一點 OK 明白 所以我完全是match 不過我有女朋友 所以 但是你沒有男朋友OK的 其他如果符合這些 會開車 帶歡樂給別人 然後有 喜歡吃東西 喜歡吃東西 主要吃都脹的 吃東西不瘦一點就不要運氣了 對 因為到時你吃到差不多 你就胖了 甚至我現在的女朋友也是 我們一起吃東西的 說了很多共同進退 那一句就越來越瘦 我就越來越胖 而且有些人會覺得 我不給他吃 吃吃吃吃的東西 但實際上是不是的 這樣就說到這裡 你應該聽過別人 拿你的名字 改編的歌 我看你也自己唱過 我記得當時 是剛剛播放一部劇 所以就可能特別多人 去留意到 嗯 然後突然間 突然出現了一個 Foreign 就不會有 原來曾經的名字 當然很多 那個歌詞都挺合理的 Vanakee 就變成了這件事 那我第二天知道了這件事 是不知道什麼事 有這樣的事 什麼什麼 就是怎樣 我的名字是什麼事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之後再understand 原來這個是 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是很sweet 而且是很 起碼不會 別人不是在罵你 別人不是用你的名字 把一些罵我的詞語 那我就覺得是不錯 而且每一首歌 通常都是浪漫 因為陳瑩和情人特別相似 好像自己不是歌手 但是好像擁有了很多首歌 那你適合你不是歌手 其實你喜歡唱歌 我以前小時候讀書 有時會 投學 投學 就被他唱歌 不怕的 又不敢 應該不會看的 我突然去唱歌嗎 你還這麼大聲 我怕的 我為小朋友說不要學 不要啊 但我讀書厲害的 多少歲 中學 因為我在外國讀書 有很多時候就有free period 如果讀書厲害 就會有特別多free period 就可以去唱歌 所以是喜歡唱歌的 那時候就喜歡 我那時候經常會 跟著twins 祖兒 我很喜歡 有時會學他們跳舞 在一間鍵房 邊唱邊學一些知識 你這麼有表演肉 一定是現在嘗試了 反正你現在變成 記得了 哈哈 你今天沒有準備 我沒有準備 大過了又沒有向這方面發展 越大越害羞 我小時候是大膽到 那時跟第一個男朋友拍拖 我是sweet到上台獻唱這首歌給他 對 我今天帶來 大家好 我今天準備這首歌 是想唱給我男朋友的 嘩 大過了就不夠膽了 但為什麼 譬如你都會拍攝的東西 但拍攝的你又不拍 都會害羞的 可能一開始一套新的電影 都要時間才能溫暖到 那想問一下 話說回來 你怎麼入行呢 當初 入行不是一個計劃的東西 我剛才在香港讀交流生 那時就很流行 就有很多聲探在地鐵站上 拍卡片 不如你試一下 沒得意 那段時間就收到很多卡片 就想是否可以試一下 當是兼飾賺錢買東西吃 那就是 是買東西吃 因為爸爸媽媽已經沒有付錢 所以我其實是要找工作的 所以就不如試一下 自己找了一間信人 想跟他們合作 今天公司 那一簽他們就 開始是做model 那再做一下就 有機會拍電影 之後就有機會拍劇 那就變成演員了 那接下來會 有沒有說拍些什麼劇 因為我知道剛才完結了一套 就嚴正行動 健一九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新劇 會繼續有 有啊 接下來這半年 都主要是入劇 那現在就接了兩套劇集 一套就是愛情為主 另外一套就是 我沒試過 我怕我不拱得住 沒嘗試過 沒嘗試過 但是正氣的 對手是誰 說不可以的 我講的是蕭靜蘭 蕭靜蘭 期不期待 之前其實我對上一套 剛剛最近下班的黃金有序 就跟他合作過 第一次合作 那這次是第二次 所以有這麼默契 就沒那麼擔心 沒那麼緊張 不過我想拍劇應該會好一點的 可能你要很長時間 那如果之後可以讓你選擇 選擇一個角色 你會最希望做一些怎樣的角色 我很想做一個同性戀者 但是是男生那邊 不是女生那邊 為什麼呢 要很抽得 要很抽得 我還想起名字 那個戲名 為什麼呢 小時候有學拳的 但是一直都不可以 演給大家看 嚇得我 因為自己是同性戀的 我一陣子一陣子 身邊都有很多同性戀的朋友 自己 因為我染過男 和女之間的那種愛 我很想嘗試染女 和女之間的愛 因為不一樣的 我自己本身都覺得 我自己是很男生的頭 就是做一個女生 我不是一個很女生的女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很適合 就是抽得 而且重量是 但是你剛才說過 你小時候學過拳 學什麼拳 台拳 有沒有打過男朋友啊 有啊 是哪一陣子 是哪一陣子 你打他也不一定是 不是啊 他先出手 我可以 OK 我們可以繼續 沒有什麼 我可以打打 不是很正常的 不是真的 預防家庭暴力 可以打這個熱線 大家遇到四月球座 可以打這個熱線 不是大打輕微那些 嘩 那些 嘩 一定不是 一定是 跆拳道一定沒有教這一刻 Yeah 這樣的 哈哈 跆拳道 呼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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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應該就是這些 所以是 每一陣子都有 還是其中一陣子 一個 我只能試 那他認識你之前 他知不知道你是跆拳道 我家裡有很多獎盃的 對 其實他一見到 他就知道什麼 有什麼 OK 這個要探這個 還是探這個 不要放嘴 不要什麼 是不是那些 不敢回答我 哈哈 我感覺到很恐怖 你先去大山坂走一下 哈哈 他不讓我 他不讓我說話 你知道為什麼 這麼久沒有做訪問嗎 就是 我就是之前 已經出現了 那我知道 你選男朋友的條件 為什麼會駕駛 就是必要事 可以 自己走 駕駛走 然後你不能夠太瘦 你太瘦 很不耐打的 後來就整條柴子 一砍過去就斷了 啊 所以你就要一些沙包型的男友 還有 喜歡帶別歡樂的人 他們可能會覺得 那你開心你打我 我完全明白 哈哈 不是 有些情趣而已 我們撒一巴掌 哈哈 哈哈 今天這個聊天是完全超出我的想像 雖然我的問題是很正常的 其實我也特意選一些 我不會問這個刁鑽 想不到你的答案令我 很有驚喜 都會對你之後的安全好一點的 就是人們都會知道 如果我不耐打 可能被人一腳砍我的魂 他都不會追你的 彈返我 我擔心了很久 哈哈 哈哈 或者一些跆拳道的師傅 都可以過來 或者避了狂都可以試 我剛才問給我 我剛才問到這裡 啊 想做什麼角色 OK 果然啊 我做這個訪問之外 應該會被人藏一陣 應該會有些頗想 本身打算構思這些 劇本的人會找你的 可能一個女版的 隔雷的50度陰影 可能是一個 層形的70度陰影 可能反過來 帶個男生去女的房間 然後不斷 砍他 可以嘗試一下 我覺得這個挺OK 不過可能男選的方面 要想想哪個好一點 林雪可能 頂得上 一開始 以我所知 你有出事是真的 是 聽過很厲害 聽過很厲害 但是 為什麼當初我有這個想法 我沒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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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開賣 公司開賣 不是 不是 再回答 再回答 那 那時候是因為 那時候是因為 我在想 我作為model 那我竟然不夠瘦 又不夠 走不了Catwalk 可以寄出一個訊息之餘 是可以做我的 把我的職業 把我的職業 帶出一個 特惠 特惠 所以說 其實都關我剛才一開始訪問的那段說話 就是我覺得女生 特別小時候的女生 會不會練習 給你的appearance 定型 是美不美麗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不好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都會這樣 可能我小時候就覺得 每個人都要跟我說 你一定要首先漂亮的 首先漂亮的 那我就很反悶 我不喜歡這個感覺 因為那本社真 我跟老闆說明 我說我不想化妝 我不要執照 我要是最raw的image 那其實現在看回那本社真 我上個星期也有截一截 其實真的有點噁心 因為是可以執照的 但因為真的沒有執照 有沒有後悔呢 我記得他出的時候 有一個同行的前輩有問過 我問你什麼事 如果給你搞一次 你會想化妝 做得好一點 還是要保持住 我都會保持住 而且那時候很 strongly 覺得自己有一個訊息 想帶給我的朋友 我的女朋友 希望可以影響到他們 我不知道到最後有沒有 影響了我 所以我越來越胖 我想問我封面是甚麼訊息 甚麼 你現在說這件事 我聽完你 看完你的訪問之後 你的訊息影響了我 我就沒有買到的 但你要送一半給我嗎 會 我等你 那接下來會不會 有甚麼發展幫忙呢 除了拍劇 會不會再 還是會學回台拳道 拿黑帶回來 很想 這是其中一個to do list 我一直都很想 如果有公司給我放假的話 我就想 休息一點點之後 去訓練拳 好像被說話給你聽 如果公司給我放假的話 如果給我放假的話 找男朋友也比較容易 相處之間 有甚麼事 吵架 你不用扔他 一直把黑帶帶出來 說一次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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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住他 好 差不多時間了 你剛剛變了魔術給我看 對 現在我都 以表心意也有個魔術 我們用到的都是牌 這次可以了 終於可以 做一下 首先我們要拿兩隻joker出來 joker 一隻 我想你檢查這兩隻joker 檢查你沒問題 OK吧 沒問題吧 這隻joker呢 我們要不要的 那現在我想你 在這牌子拍下來的時候 我想你隨便一個地方叫停 我不看嗎 這裡 這牌子記住它 再給鏡頭看 我不會看的 我不會給鏡頭看 行不行 先說一下 你有沒有說我都害怕的 然後我想你隨便 隨便放下去 我現在不知道你拍什麼牌 你知道你拍什麼牌 但你不知道它是哪個 對嗎 這間我裝固版 我會將它平均分成六份 再分成六份 我的鏡子 如果失手就很醜怪 還要那麼多人看著 那這個時間有點久了 陳蓮可以先唱歌 我看到有特別膠 對 因為話說 我今早就聽了少少 去唱兩句 但我都不夠 你有沒有唱過陳蓮這個 陳蓮這個 但是沒有的 對 OK 那最後只剩下四隻 平均分不到 那這四隻 應該沒有你拍的 沒有 沒有 OK 那我們可以繼續 那為甚麼要分成六份呢 跟我們接下來要用到這個道具 是有關的 那我想要道具 我給你檢查 等一下 我還看著 這裡 有個色仔 很有趣 我們知道色仔有六面 這六面就是代表這份牌 我一想幫我拿這顆色仔 看看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OK的 有麵的 你試一下 插下去 看看多少點 多少點 四 四點 你再拿它再插一次 多少點 一 第一次是四 第二次是一 不知道 代表這顆色仔 不知道 代表這顆色仔沒問題 即是你不怕每次窄都是那個號碼 對 所以我送你拿這顆色仔 現在這顆色仔的六面 就代表這六份牌 內分別是 1 2 3 4 5 6 那一間呢 我用了色仔 把你拿出來 所有東西都控制不到 你都控制不到 我們聽天由容 就交給你一隻色仔 所以你一間你集了什麼號碼 對應那份牌 我們就不要 OK 可以開始 你拿了色仔 不在這裡 來吧 唉 掉了 小一點很貴的 一次一次 要不要喝杯 什麼 要的 等一下 我有 我有 6 可以出來 多少 3 所以我們這份就不要了 OK 我們就拿走了 接著我們繼續 這裡 這裡 OK 好 2 2 所有的2有不要的六 所有的聽天由容 我控制不到你控制 好 可能最後不是 6 然後拿走 繼續 還有3分 1 4 不如你試一個 我試一個 我試可能會操控 你吃 你吃 我吃 我吃 1 1 1 OK 差不多 這個是4 5 好 多少 4 4 好 那 小了 我 希望 你剛剛選一隻 還在這裏 不然就很尷尬 這件事 擦色擦 那麼多 可以跟我們分成五分 平均 看看 這裡 平均兩隻 分不到 不要緊 這兩隻沒有你買的 OK 幸好 有就很尷尬 只剩六張 這次呢 我們快點 你就擦到色仔 擦到哪一個號碼 我們就留下那隻 其他全部 你呢 厲害 我這麼大 但我想說明 我沒有控制這機碼 我沒有控制它 我掉了 所以如果出到來 那隻牌 不是你的牌 是你的問題 不關我的事 那可以開始 看看 多少 多少 5 5 5 那5來說是有趣的 正常是1 2 3 4 5 1 2 3 4 5 也可以 所以其實 6隻裡面 哪隻都可以是5 我現在想問你 你覺得哪隻 會是5 你覺得哪隻 不用告訴它 你直接拿出色紙 慢慢地 暗直它 然後把它拉過來 不要看 其他我就拿走它 你覺得哪隻是5 大拔頭盔 很厲害 不厲害 不厲害 原來不是另一隻 它是絲魔法 這隻 不是 你就按下去 你真的慢慢拉到這個位置 拉過來 好 那其他牌呢 我們就不要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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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OK 我想你告訴大家 這隻是什麼牌 你剛剛教的牌是什麼牌 你記得嗎 你剛剛在我那裡抽到什麼牌 你那裡 你那裡 我變成魔法 梅花五呢 來看看這個 不要提醒一下 要請的人 放在我心裡 OK 你是梅花五 我是5 你是5 但是我忘記的是什麼牌 你忘記了 我看見我看就真的 咦 為什麼我覺得 我們抽到同一張 我們都是抽到同一張 但不是梅花五 我應該是紅色的 紅色的 但我忘記是誰 很合格 真的很合格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不是騙觀眾 而且我剛剛一直看 綠色仔 我已經說了一句 看看你感覺不感覺到 即是你在提醒我 有一點點 很好 你還怕我失手會提醒 不是 因為剛才我點了魔術的時候 你都會說 我都感覺到 我是紅色的 所以 但你忘記是什麼 紅色的 是什麼 紅心 紅心 你讓大家看看 會不會是紅心 好厲害 是吧 所以我們是真的 真的有個連結 是真的 我抽梅花 你抽紅色 是啊 你信不信命運 我信 很多東西好像很隨機 好像剛剛那樣窄色 都好像隨便窄 你抽牌也是隨便抽 你放進去的位置 都是隨機的 其實很多東西 都好像劇本一樣 其實一切都已經設定好了 不過這樣說 可能你不信的 我可以證明給大家 你有沒有電話在那裡 先抽牌 先聊天 不是 不是 先聊天 你開你的IG 找這個 ON99 MAGIC 你沒有追蹤過嗎 ON99 ON99 對不起 我可以直接讀出來嗎 Onco Magic 我想聽到幾次 哈哈 你看到嗎 你看到你沒有追蹤 也不用這麼大聲 這裡看到嗎 這裡寫著 你會選到 紅心 現場版也是 你們有電話 也可以看一看 順便追蹤我 麻煩你 不好意思 終於追蹤吧 是 就是這樣 其實所有東西 都是注定了 很厲害 正如你今天追蹤我之後 都是注定的 謝謝 謝謝 你受罷了 真的受罷了 謝謝謝謝 大家可以 樂意一下你的新劇 雖然還沒說到什麼名字 還有期待另外一套 還有之後 你會不會有些 打老公的劇情 看看 可以 看看 好 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 好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東西 記得追蹤我們 拜拜